同黨劇團一向以改編西方經典為主 這次的新作品金控迷霧 改編自台灣作家的同名小說 要呈現金融界爭權奪利的黑暗內幕 導演坦承他在指導之前 只會用信用卡跟金融卡 金控迷霧要呈現一個金融世家的故事 而且跟台灣金控版圖的發展 有驚人的雷同 給對幼兒 讓他們朝你希望的方向移動 他們要的是什麼 我爸要我撐起一家金控公司 我大姐希望我失敗 同黨劇團新作金控迷霧 以作家黃國華同名小說為本 描述金融世家的全謀鬥爭 揭發了人性在錢財面前 張牙舞爪的黑暗模樣 為了錢這件事情 我覺得錢也許是現在的上帝 而不是真的一個菩薩的雕像這件事情 錢事實上是主宰著我們 然後這些人他可以為了錢 來你真我奪 或是彼此名真暗鬥 然後姐妹都可以死破臉 所以也許我們更可以去想說 錢是如何的在操弄我們 我們可以如何去擺脫錢的束縛 12塊會不會太誇張了 現在股價至少是14塊 你別跟我來什麼專家分析那語套 專家還不是聽頭家的謊 所以你的意思 只有我們媒體一句唱衰嗎 再加上街壁大王的狂風猛炸 這時再加上一點關於底價的風聲 從人性出發這本在2007年就完成的小說 搜集了作者對於金融業的觀察 當初想像中金控整定的情節 竟然和真實事件非常雷同 編導將厚重的原著小說劇情畫繁為簡 由八位演員詮釋二十多個角色 把舞台設計成一個棋盤狀 象徵著每個人都是人生的棋子 不管怎樣掙扎也脫離不了命運的掌控 這盤棋才能從死棋變成火棋啊 這整個金融業界好像就是不斷地在下棋 不斷地在勾心鬥角 不斷地在鬥爭 不斷地在就是你任我奪這樣 那這個東西我就很直接想到 就是一個棋子的概念 我說這門生意對大家都是一本萬利 千里將臨一日還 青州已過萬重山 你們還有什麼好猶豫的呢 同黨劇團的金控迷霧帶領觀眾看見 因為金錢而引發的貪婪人性